两座福岛核电厂的危机 第一核厂今天上午释放出 含有放射物质色的蒸汽 来释放繁荣乳里头的压力 没有想到就在台湾时间下午三点半左右 核电厂传出了爆炸声响 还有白烟窜出 并且造成有人员受伤 而且第二核电厂也传出冷却系统故障的消息 311打地震之后 福岛一号核电厂一号机在12号下午传出爆炸声 现场不但窜出浓烟 外墙倒 屋顶塌 且有四人受伤 目前估计核电厂外放射性物质骤然上升达20倍 相当于一人一年接受到辐射量的加总 事实上12号上午1号核反应炉冷却水位大下降激发声故障 燃料热气无处释放 温度不断攀升 原子力保安院决定疏散方圆10公里的民众 并紧急释放 含有放射线物质色的蒸汽 且成功使炉心降温 但不仅第一发电厂 2号核电厂124号机核炉压力控制室 也传出冷却系统故障 厂方上空不断冒烟 消息指出 尽管日本原子力保安院已经紧急动员抢救辅导两座核电厂 不过同时他们也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 民事新闻长者综合报道